Hello 大家好 我是西米 你们的爱美教授 因为我考虑到我很多小可爱嘛 都是学生的 所以说今天我准备做一期平价彩妆分享 是又便宜又好用 性价齐高 所以你们安心看完 知道吗 反正也不会吃亏 首先第一个要说的是这个诗又野的单色眼影 这个色号是拿铁色 我非常的喜欢 大家的这个单色眼影呢 好上色 而且它不飞粉 这个颜色不是特别重的那种颜色啊 它不飞粉 非常软糯 颜色看起来是这样子的 平时呢 我们可以涂在眼窝处会显得眼睛非常深邃 而且它非常好的一点是可以当作鼻影来使用 我今天的鼻影就是用这个眼影来画的 非常的方便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款眼影 只要19块钱 就是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便宜 性价比极高了 然后再跟大家分享的是腮红 今天我用的腮红也是这款 就是我们国货菜妆之光 这个菊朵的腮红 他们家三个腮红啊 都有 这两个腮红呢就是偏 一个是梅子色 一个是这种紫红色 就是特别特别的显白 我今天用的是这款 给你们看 近距离看一下 是这个奶橘色的这个腮红 非常的显气色涂在这个脸上 而且它很好上色 配橘色的口红特别特别适合夏天 颜色是这样子的 给你们看一下 它是这样子 奶橘色 特别适合我们夏天来使用 我们的元气少女 我们不能丢失这个元气这两个字 你知道吗 这个腮红的话也挺便宜的嘛 这个腮红也是非常便宜 价格大概是在20块钱的样子 所以说我是非常推荐 这个底妆产品 妙巴黎的果然养肤粉底液 这个粉底液呢 我之前毫无安利的时候就给大家推荐过了 这款粉底液非常适合我们这种大干皮 所谓养肤粉底液呢 就是这个里面添加了维生素C 维生素B5 还有维生素E 维生素C呢 就是一个美白产品 大家都知道啊 维生素B5呢 就是我们俗称的玻尿酸 玻尿酸就是给我们皮肤补水嘛 然后维生素E呢 可谓居家必备保湿良品 所以说这款粉底液呢 很适合大干皮 非常的水润 你们不要觉得它水润 它遮瑕能力就很弱啊 不是的 我给大家试验拿一个眉笔 在我们的这个手上画两道子 然后把这个粉底液挤在手上 液挤在手上了之后 挤得点多 给它拍开 可以看到它这个遮瑕效果吗 是不是非常的好 基本上已经遮得都看不见了 可以说是 这个粉底液呢 又遮瑕又养肤 可以说堪称完美 粉底液一般的用啊 都会用一个那个定妆 对不对 定妆产品呢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 就是出现在我的视频里 频率高达90%的一个定妆产品 NIX的高清定妆蜜粉饼 这个蜜粉饼呢 是用矿物粉做基底的 矿物粉是不会对我们皮肤产生一些什么危害的 而且呢 我用的这款是透明色的 透明色的话会让我们的妆容看起来更轻薄 而且它控油能力也非常好 我给大家这里再做一个小实验 得拿个口红啊 口红的话呢 我画两道 然后用这个蜜粉饼呢 涂在是这样子的 是白的 涂在其中一个这个散粉上面 像一般口红我们这样一晕 你看它是不是晕掉了 但这个呢 我们这样一晕 看到没有 晕不掉 说明它定妆效果是非常好的 所以说我还是挺推荐给那些容易脱妆啊 油皮的妹子 这款定妆蜜粉饼是非常好用的 而且价格也是很便宜 像这样的一个定妆蜜粉饼 你看像我这种频率就经常用 每天用 还有超级多的 基本上就是可以用到天荒地老吧 接下来就是我的最爱 我非常的喜欢 就是这个泰国的Misting染唇液 我跟你们说 像一般染唇液的话 它是泄不掉的 知道吧 我今天涂的就是这个橘色 它一般是泄不掉的 它是染在嘴巴上的嘛 所以说我们要对这个染唇液的成分 一定要非常的注意 因为它泄不掉 你知道吧 你们吃饭的时候啊 平时都会入嘴的 然后这款染唇液呢 它全部都是纯植物提取的 里面有樱花提取 所以说就算你涂了之后马上吃饭 都是没有一点问题的 这个大红色啊 他们家就是这个 我最喜欢的这个大红色 已经是我第三支了 这个橘色是我第二支 这个霉红色也是我的第二支 颜色非常非常的好看 很上色 它是这样双头的 一头是染唇液 一头是这样的润唇膏 这个霉红色的润唇膏是这样粉色的 然后大红色跟橘色的润唇膏是透明色的 透明款的 然后假如说你们平时不涂染唇液的话 可以直接涂个润唇膏 或者你们涂完染唇液 觉得嘴巴有一点点干啊 可以再涂一下他们家润唇膏 但是我一般都是直接用完这个染唇液 我就不会再涂润唇膏了 这样的话颜色会更饱满一些 我今天涂的就是这个橘色 因为今天整个妆容都是比较偏橘的 所以说我今天涂的是他们家橘色 是我非常推荐给你们的一个颜色 这三个颜色都超级好看 价格呢也是非常的好 听一下 25块钱 只要25块钱 之前我自己去泰国玩的时候 我自己就囤了好多好多支放在家里 最后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款防晒喷雾 当然就是这个防晒喷雾 这个防晒喷雾呢是美白类型的防晒喷雾 其实我不是特别喜欢那种美白款的防晒喷雾 因为我觉得美白款的防晒喷雾又厚重又油腻 但是这个一点都不厚重 超级超级轻薄的 而且它喷出来的那个窝特别细 先给你们看一下它喷出来的那个窝 看到吗 喷出来的感觉呢是凉嗖嗖的 因为它里面添加了一个蛋竹液提取物的这么一个成分 所以说呢是可以舒缓肌肤镇定修复的 小孩孕妇敏感其实都是可以用的 给你们看一下它美白效果 它不是那种厚重的你知道吗 看到吗 这边是不是就感觉比这边要白了很多 你们用过那种冰川水没有 就是喷在脸上凉嗖嗖的那种就冰川的感觉 冰凉凉的那种感觉 而且它防晒指数也非常好 我今天是在我们家玻璃上 就我们家门窗的那个玻璃上 你喷在上面之后拿一个紫外线的灯 然后照一下你会发现它的透光率非常的低 就说明它的防晒指数是非常好的 你另一面没有喷防晒的那一面玻璃的话 它就会透光率非常的高 说明这个防晒指数还是不错的 过两天我是准备在网上买一块玻璃 给大家做一个这么一个实验 现在的话没办法只能用我们家的窗户做实验了 然后没办法录给大家看 大家可以回去拿自己身边的一些防晒产品来 看一下它们是不是有那个很好的防晒效果 那我今天这个100元以内的平价彩妆分享 到这里就结束了 下期呢准备给大家做一个 百元内的护肤品好物分享 记得准时收看 拜拜